早上好,我是瑞铭,欢迎收看3月9号的百隔城报 昨天是3月8号,也是MH370失联一周年 乘客和机组人员家属这一年来的煎熬就只是想要一个答案 但一年后的中期报告能够为搜索MH370带来什么新突破吗? 今天各大语言报章的头条新闻都集中在报道这一份中期报告 每日新闻关注人员问题 报告指机长、副机长还有机组人员的身体健康和行为都没有异状 他们的财务和每个月收支没有不寻常之处 这份报告也显示客机飞行记录仪或俗称黑箱的水底定位信号器电池 早在2012年12月到期但没有更换记录 另外客机引擎没有不寻常 MH370最后被联系的地点没有出现恶劣天气 新州日报则关注安检问题 因为客机的货运舱载有2453公斤的锂离子电池和配件 先后两次托运过程没有经过海关的机器扫描 官员只是凭着肉眼观察就批准货物送进MH370客机 虽然锂离子电池不被归类为危险物品 却曝露出大马安检问题太马虎 综合了报告内容 新报及新海峡时报就分别下了 很多事实很少线索以及前进一点点的标题 显示这份报告并没有为搜索MH370带来太多进展 不过对于这份中期报告 家属却没有一丝满意 只感到愤怒 英国BBC报道 亲属质疑为何在这严重的空难事故 只是访问了120人 有人认为大马政府故意隐瞒讯息 另外也有亲属形容 这份报告根本就像没有用的废纸 下来是新闻快讯 柔佛新山一名7岁男童 在托儿补习中心使用香蕉混合面粉制作的 香蕉榨糕时却哽咽在喉咙里 孩童先是呕吐 过后陷入昏迷 手指发黑 宋愿抢救不果 上述意外事故发生在本月6号 男童家人对事故的发生 以及送院后的急救过程感到疑惑 要求该中心的老师及院方给予交代 并要求警方介入调查 英国全球房地产顾问公司来方 公布最新的超级富豪报告 全球前40个从事排名中 排名前三的分别是伦敦、纽约和香港 而大马吉隆坡排名第30 报告中所指的超级富豪 财富必须超过3000万美元 也就是大约1.08亿令吉 而这一项城市排名 除了考量超级富豪的人数 还包括了生活品质、经济活动、企业连结等指标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 更多新闻敬请留守百个时事